大家好,我是胡孟军 当我在写《面子领导学》这本书的时候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指导过的数千名企业高管 他们最忧虑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必想太久,我就有答案了 这个有意思的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 很少是跟钱有关的 他们关切的事情大部分都跟面子有关 当然他们不见得会用面子这个字眼 但他们常说,比如说 我不觉得我老板肯定我的工作能力 或者是我的同事们不尊重我的想法 或者是我的团队成员不够积极主动等等 追根究底 他们这些忧虑都跟面子有关 面子的概念源于中国 但是这个观念放诸四海皆准 它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充分地交流 建立信任感与长期的关系 在现今这个复杂多变的职场中 管理者和专业工作者都必须要适应 多元化的客户、员工和商业伙伴 我们必须要赢得同伴的信任与尊重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是这个世纪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使命 那么为什么面子这么重要呢 面子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荣誉、地位、尊严 面子是社交货币、social currency 面子越大越多就越容易搞定事情 要面子是人类的天性 跨越所有的文化、性别和其他背景的差异 这是第一本以面子作为议题的商业书 这本书的主要读者呢 是企业的领导者 因为他们需要和多元背景的人互动 才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 但是我希望 这本书除了阐述面子在职场上的重要性之外呢 也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沟通 上自跨国公司部门的沟通 下至亲友与邻居之间的人际互动 能够学会如何把面子观念能够付诸行动 期待与大家共勉 谢谢